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菲律宾总统杜特帝Rodrigo Dutit在上任后的扫毒行动中造成至少4000人死亡,如今国际刑事法庭ICC对杜特帝是否有犯下违反人道罪,已展开初步调查。 综合外媒报道,根据官方统计杜特帝上任后,菲国共有4000人在扫毒行动中死于警方枪下,菲国律师萨比奥·朱特帝更指出实际的死亡人数超过8000人。 萨比奥在去年4月赴荷兰海牙Hard国际刑事法院控告杜特帝违反人道罪,他也在去年向ICC提出证据指控杜特帝从1988年担任的博士Devill市长起就犯下法外处决与大规模屠杀。 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凯南宫发言人罗奎·哈利·洛克金巴日在记者会上证实ICC已对度特地展开初步的调查,但罗奎表示这项调查是在浪费法庭的时间与资源。 罗奎指出该调查会破坏菲律宾的主权,因为国内的法院都很乐意接手此事。 罗奎强调,这些伤亡都是在合法的警方行动下造成,这些死亡的人士都是拒捕的嫌疑犯。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对ICC的举动表示欢迎该组织亚洲区副主任罗伯森·菲尔·尔·奥·巴森表示, ICC应对此案进行全面的调查,因为时至今日非国国内对于该案都没有严格的调查。 杜特蒂则对一再出现的相关指控感到不耐烦。 罗奎表示杜特蒂愿意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,同时询问检察官是谁在幕后主导。